比尔盖茨在谈ChatGPT 重要性不亚于互联网的发明 将改变我们的世界 Class U科技新闻 2023年2月11日 来源 美日经济新闻 美金记者 郑宇航 美金编辑 高韩 人工制能是当前最热门的话题 就在本周 微软和谷歌 发布了一系列相关公告 正在正义领域展开激烈竞争 以确保其领先优势 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 Bill Gates 对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的未来 持乐观态度 他在当地时间2月10日 接受德国商业报纸 Handos Blatt采访时 表示其将改变我们的世界 ChatGPT由微软投资的OpenAI 于2022年12月推出 其用户在短短两个月内 增加到约1亿 成为有史以来 用户增长速度最快的应用程序 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注意到 近期 盖茨在接受福布斯采访时 也谈到了 他与人工智能独角兽 OpenAI的合作 他表示 OpenAI做得非常非常出色 他们在人工智能的许多方面 都处于领先地位 人们已经可以通过ChatGPT的广泛 适用性看到这一点 ChatGPT的火爆出圈 让职业人士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 对此 盖茨表示 随着机器人变得更加智能 人们需要关注进行体力操作的蓝领工作 比尔盖茨在接受德国商报Handos Blatt采访时表示 聊天机器人ChatGPT的重要性 不亚于互联网的发明 ChatGPT能够对用户的提问 做出惊人的类似人类的回答 到目前为止 人工智能可以读写 但无法理解内容 像ChatGPT这样的新程序 将通过帮助开收据或写邮件 来提高许多办公室工作的效率 这将改变我们的世界 盖茨在接受Handos Blatt采访时指出 提到当前人工智能创新 盖茨认为 最简单的理解方式 是人类非常擅长语音识别和视觉识别 而目前来看 AI还不能读得懂 他在采访中举例称 如果你给AI一本生物学教科书 然后你告诉他这是个测试 你真的看懂这本书的内容了吗 AI做不到 目前的新鲜事物包括ChatGPT 在经过训练调整和改进后 可以以非常好的方式进行书写 但盖茨同时提到 目前的生活场景中 当他尝试用手机进行对话时 AI生成的基本上很多都是误解 并没有真正得到他想要的 现在只是因为 每个人都对ChatGPT 可以做的事情感到兴奋 人们是否高估了 AI的发展速度 尽管如此 盖茨预测称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将人工智能变得更好的进步 将是深远的 甚至将来所有的软件系统 都将只使用自然语言 据此前报道 微软公司已推出新版 B应搜索引擎和A制浏览器 集成了OpenAI开发的ChatGPT技术 微软介绍称 就像在你搜索Web时 拥有一位研究助理 个人规划器和创意合作伙伴 作为ChatGPT的受益方 微软市值 本周一度重回2万亿美元 为去年8月来首次 谷歌随后推出了 ChatGPT的竞争对手Bard 但因新推出的Bard 犯下低级错误 谷歌股价连续大跌 对于谷歌与微软之间的竞争 盖茨打句称 我当然更加偏爱微软 并指出他仍然是这家公司的顾问 谈AI的影响 不意味着人类工作岗位减少 有报道指出 ChatGPT的火爆出圈 让许多职业人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 华尔街日报 主编莫里也曾表示 对于知识工作者来说 他们已经对未来的工作 感受到了焦虑 几年前 盖茨曾经表示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 会有数百万人因人工智能而失业 而在昨天的采访中 盖茨似乎有了新的解读 盖茨在采访中称 任何可以提高效率的东西都是一份很棒的礼物 而谈到接下来的几年里 哪些行业会受到最大影响 这个话题时 盖茨认为 随着机器人变得更加智能 人们主要需要关注 进行体力操作的蓝领工作 正在发生的情况是 在工厂内部 机器人正变得更好 我们可以让蓝领的工作效率更高 盖茨进一步解释称 就像 AI可以帮助老师完成他们的工作一样 我认为 我们不会减少老师数量 但是 AI可以帮助那些老师 我也不认为 我们会减少医生的数量 但 AI可以帮助他们减少超负荷工作 并做得更好 当主持人再次问及 是否会有数百万人 因为这项技术而失业时 盖茨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而只是说 白领或许需要转变在另一套法则下的工作思路 盖茨认为 AI会产生非常广泛的影响 他表示 AI也可以从事白领类型的工作 比如更高效地查看收据 医疗索赔或写作 读写功能 现在在人工智能的能力范围内 同时 盖茨提到 一些文档处理工作将消失 他表示 现在没有那么多打字员 因为我们希望 每个人都能自己打字 而一些管理任务 也将由该软件自动完成 但对于目前的就业市场而言 主持人提到 尤其是在欧洲 劳动力的缺口 还是很大的 以至于 AI目前还不能很快填补所有的工作岗位 盖茨对此表示认同 他认为 目前劳动力市场相当紧张 随着情况缓解 AI会对就业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对于我们今天的工作 在这个老龄化社会 和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 他 AI 主要是为了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 而随着效率的提高 我们最终会工作的更少 盖茨总结称 Class VO科技新闻 2023年2月11日